拿钱,一会儿就回来 小凤,你不要买那只甲鱼熬汤 要知道沙别的罪过可是非常大的 阿花姐,你别白费口舌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买这只甲鱼了 唉,看来我是没有办法说服它了 只能比它早一步买下那只甲鱼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工程车从它俩身边经过 工程车的伸展壁不慎弄断了空中一条高压电线 大家快来救小凤啊 小凤,小凤 喂,不要过去 否则你也会被电到的 你可真幸运 要是你也和它一起走的话 那肯定也会被高压线电到的 是啊 多亏你及时转身返回 要不然可就惨了 可怜的小凤,你就是不听劝 因果报应都是如影随形的 事发后 电力公司及时切断了附近所有的电源 但是一切都晚了 小凤已经被当场电壁 而杜师姐则买下了那只甲鱼 并将它带到河边进行放生 谢谢你,大甲鱼 如果不是你 我或许也会被电线击中了 我愿意此生的放生功德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甲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就是光 这个大宝燕的火光 照耀十方 由此可以到就近佛国 就是灯无上觉 无上觉就是无上菩提 我能多罗三马三菩提 天生无上正 正灯正觉就是无上觉 那么由此 上觉可以成佛 何况是我罗汉 我认为这个最低 这个方法最好了 平常啊 佛法的通途 对峙 这个贪欲啊 都是叫人修不禁观 修不禁观 以不禁观 来对峙贪欲性 而这里 就是顺住 烦恼的情况 来反观 让烦恼火变成智慧火 来烧灭烦恼 而成为 断货正真的 这个究竟方法 所以啊 佛法 没有一定的 无有定法 随时都可以变痛 看情况而定 每一个人的烦恼不一样 这个烦恼 重情情况 过去多生的习气 数数不一样 所以这个对峙的时候啊 通途的方式 对峙不好的话 就还要借其他的各种方式 因此 通途说 多贪众生 不禁观 多生众生 慈悲观 但是在其他佛经里面 随时都有变化 这里就叫人 把这个 贪欲心 转过来 成为智慧火 普门品里面 叫人 多贪众生 念观 睡目上 就能够 断除这个烦恼 所以 这个对峙方法 很多 要会用 自己随时随地啊 来用这个各种方法 就是好像 阿兵哥上战场打仗一样 在古代 不是刀就是长矛 哥 鸡 如果你样样的武艺都娴熟 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用什么武艺 来对付对方 那么 就有办法 降服烦恼 主要 就是看自己的内心 是不是肯 往这方面下功夫 烦恼 生长起来 要有办法对峙 不能跟随烦恼去 这个是最重要 这一步经 本来地锤火红次序 现在是火摆在前面 顺住经文的根本终止啊 破除众生的生死根本 而这个 预火就是众生的生死根本 为了要消除众生的生死根本的根源 所以在四大里面先说烦恼欲火 然后才说地大 那么这里已经把火大大概说清楚了 火大它不是灌外边的火 是灌内心的火 这样子啊 才能对峙烦恼 接下去讲地大 地大的文字就多了 我们这么长的文字只好念一段 讲一段 要统统念要花很多时间嘛 我们就只好念一段 来说一段 磁地菩萨 即从做起 顶礼佛祖而摆佛言 地大远通啊 是磁地菩萨所修的 因为他修地大远通 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磁地 磁地菩萨 他的名字叫做磁地 就是由地大远通而入门 因为修地大远通成就 所以啊 他名字叫做磁地菩萨 关于这个大地来代表佛法 有很多的这个意义 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呢 时时都有提到这个地的作用 所以在宝源经里面说 大地 我们这个地面上的大地 脚踩的那个大地 这个大地啊 他有十种的功能 有十种功能 所以叫做地大 这十种功能是什么呢 第一啊 地最广大 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地 地最广大 那么以广大的地 来说明菩萨心 菩萨发心最广大 因为从初发心到成佛 这个所经过的许多的阶段 时间 它的范围最大 所以这个广大的大地 比菩萨的大心 比菩萨的大心 所以叫做地为广大 这是第一 第二 大地为众生所依 无论你哪一类众生都要依靠这个地大 没有地大 你能生存吗 像我们人如果脚没有踩在地面上 我们又怎么样子生活啊 不能停在空中 所以一切众生都是依靠地大而生存的 就是空中飞鸟 他也要靠地大 他晚上休息的时候 他在寿上 这个秀就是在地大的地面上的 如果没有地大的秀靠在哪里啊 所以一切众生都要靠住这个大地 那么一切众生靠大地 以这个比方来说明 一切众生靠菩萨 有菩萨的大心来度化他 如果没有菩萨的大心 众生就无所依 那么众生想要写他就好像无奇了 这是第二 第三 大地它没有好坏的分别 没有好坏的分别 没有好物 不是说这个东西好 我有多让它都在一段时间 这个东西不好很脏 我不让它留在我的地面上 它没有这种分别 所以这个地面上再好的东西 它照样让它存在 再脏再臭的东西也是在地面上存在 所以这个地 它不会分别好坏 没有这个分别性 好的它让它存在它的地面上 不好的它照样让它存在 就是臭的东西它也照样存在 那么这就比方菩萨对于众生呢 不起分辨 不说哦 这个众生跟我有缘 我先度他 那个众生对我不好 我不想度他 菩萨不能有这个心 菩萨拼得普度 不分众生的善恶 只要有机会 就想办法要度这类众生 这是第三 第四 大地能受大雨 下雨啊 下雨天 雨下再大 地独能够承受 不会说是因为下雨 下雨太大了 大地承受不了 而沉下去了 没有这个事情 那么土石留也留在上面 也不会留到 这个地之之外去了 所以呀 这个地能受大雨 地能受大雨 比方菩萨能受大法 佛说的大法语 佛所有的一切法 菩萨都能承受 都能接受 大地能承受大雨 比方菩萨能承受 佛的大法 这是第四 第五啊 大地能生草木 一切草木都在地面上生 寿木固然是一地生 草也是一地生 近代这个农作物啊 现在都是用这个除草剂 这个草多了 用除草剂一撒就让它 日光一晒就死掉了 都变成黄色的 我一向对于这种情况 我很看不习惯 觉得这个好好的生长 是物以为让它这样子干死 这样子看起来很不习惯 从前都是靠人工 靠人工 刷刷 靠人工去除草 现在用这种方式 实际上对地面上的地质 也会有伤害的 不过这个一本文五官 不想多说 就大地草木 都是从大地生的 草木都是从大地生 这个比方菩萨 一切功德都是 以众生而生 菩萨要成就功德 如果没有众生 它能生 能生长所有的功德吗 记得 菩萨信愿品里面 第九 恒顺众生 里面说的 菩萨如果没有众生 它就没有希望成佛 好像 这个没有众生 菩萨就没有 修音的机会了 所以大地能生草木 比方菩萨一众生 而成就无量功德 第六 为一切种子所依 你看地底下的种子 多得不得了啊 除草木刚撒过了 草子死掉 干掉了 没有多久 它又生长起来了 怎么会生长啊 那下面有很多种子啊 下面那个草子 种子多得很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药性过去了 它又生长起来了 为一切种子所依 那么这是说明 菩萨为一切众生所依 众生能够生长菩提种子 都要菩萨去启发它 所以 这个大地有无量种子 众生有无量种性 那么由此菩萨启发 让它修行啊 能够断烦牢 成菩提 这是第六 第七 大地能生种宝 有的时候报纸上说 什么地方有宝啊 那么好多人去挖宝啊 有没有挖到 不要去管它 可见地底下是有宝的 金矿啊 银矿啊 铁矿啊 都是在地下面 所以这个地能生长 一切种宝 显示菩萨能生长 众生无边利益 第一 大地能生种种的药品 当归啊 属地啊 乃至这个各种的药品 都是从地面上生长起来的 显示菩萨能够 以种种的法药 来对治众生 种种的繁荣病 第九 大地 中风不能动它 所有的风不能动 动摇它 风再大的吹 呃 刮大风 呃 台风再大 超级的 大地还是微微不动 呃 那么显示 修学佛法要学习到 霸风吹不动 呃 霸风吹不动 假如能够做到霸风吹不动的话 这个就有希望将来成活了 呃 苏东波他有一天在家里突然之间想起一首句诵啊 赞叹佛赞叹三宝 吸收天中天 豪光告大千 霸风吹不动啊 专注紫经典 哇 这个战佛的句子也是赞叹三宝 太好了 写下来 叫人送去金山寺 构将送去金山寺 给金山寺的佛印产师 呃 那么佛印产师接到了 他在后边批了四个字 很不好听 放屁 放屁 言批这两句 呃 叫这个使者送回去给苏东波 苏东波一看气死了 我赞叹你 你说我放屁 没有道理 因此呢 马上构将去跟这个佛印产师理论 你怎么说我忘彼啊 佛印产师笑笑说 你说霸风吹不动 我一立屁就把你打过江了 还霸风吹不动呢 嘿嘿 他上当了还不知道 哦 上当那个雪 乖不晓得他有没有雪到 炸地 风吹不动 啊 表示 霸风吹不动 啊 第十 轮电不经 打雷啊 地不会怕 再大声的雷 啊 闪电 大地还是围围不动 啊 这是说明呢 呃 佛说法 狮子猴 无所谓 啊 菩萨能够成就这个狮子猴的功能 所以 地有这十种的功能 啊 而这位菩萨 他能够具备这些功能 啊 他能授持这个法门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池帝 啊 这是根据由有一部经叫做宝云经 法宝的宝啊 云啊 天上的云 宝云经里面 也是说到这个池帝三脉 说池帝三脉 这个大地有这十种功能 所以叫做池帝三脉 啊 现在这个池帝两个字是本经啊 地大元通的一位菩萨的名字 这个菩萨的名字叫做池帝 啊 这个池帝菩萨 他到了这个时候 要说他的地大元通的道理 啊 前面火大元通说完了 呃 池帝菩萨是做主听经的 啊 所以文字跟前面不一样 自从做起 他随时啊 从他的座位就起来 顶礼佛祖 顶礼释迦牟尼佛的走向 啊 而白佛言 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 我念往昔 普光如来 出现 于是我为比丘 他回想到 第一次发心 九元之前 第一次发心 是在一尊佛的面前发普提心 这一尊佛就是普光如来 普光佛 普光佛 是不是八十八佛的第一位 呃 我们这个 呃 寺庙里的晚客 呃 有这个八十八佛 第一就是 那么普光佛 呃 是不是这位普光佛 不得而知 实际上 从古以来 佛 同名的佛 很多的 既然有所有同名的佛 呃 是不是 呃 八十八佛第一尊的普光如来 不得而知 呃 经文里面没有分辨 我们就不晓得是不是 同名 或者是就是这一位 他说在从前呢 这个普光如来 出现在世间 呃 普遍放光照耀十方 所以叫做普光如来 他出现于在这个世间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实际菩萨 他是做一位比丘 就是出家人 那个时候的实际菩萨 第一次发心的时候 就是在 普光如来的 呃 这个 这个法会上 他是一位 出家人 啊 我为比丘 这个我 就是实际菩萨 自称 他说 我在那个时候啊 我是一个比丘 这个出家人 那么他怎么做呢 那个时候他当比丘 做些什么事 下面就说出来了 尝一切药路 金口 田地险爱 有不如法 防损车马 我借平田 或坐桥梁 或付沙土 不要以为 一定要大殿上 读经 念佛 静坐 持住 才叫做修行 各位看看 这一位比丘 慈离菩萨的前身 他做什么 他做修桥补入的工作 他做这个事件事 常常在一些 重要的道路上 金口就是有水的地方 船头或者是桥梁 有水的地方要渡过去 那么如果有田地险爱 田就是浓桌的地方 地面上如果有这个浓桌的地方的田 或者是马路 或者是有些地方很闲 爱是窄 路很窄 很窄的路 很不容易通过 好像单行道 那么在这种情况 有不调顺的地方 有不如法 不如法就是说 这个路不平 或者是高高低低 或者是这个 过水的地方 没有桥 没有这个水道 这个这个 交通工具 或者是在路上 会防损车马 会伤害到 这个车子 让他不能够自由 走动 或者是马 会防御到马的奔走 我平常时啊 看那些不平的路 我就去平田 田是田补啊 有挖的地方 低的地方 我就挑土 把它填满 填平 这是陆地 陆地的陆路啊 我经常是去修桥补路 吐水的这个 有水的地方 或者是有溪 有河 有江 要过水 那么没有桥 我就做桥 啊 桥梁 梁是架桥的这个柱子 啊 那么有桥必定要有梁 没有梁 桥就啊 做不起来 那么他也会造桥 啊 碰到有水 没有桥的地方 可以造桥 他就造桥 啊 或者是用背负沙子 土石 啊 去填补 这个所有不平的地方 所以就是 或负沙土 负 背负 啊 用背 啊 负住这个沙土啊 去填补那个 啊 不平的地方 可见 修桥补路也是修行啊 假如你肯 肯发现修桥补路 修桥补路一样就是修行 一般人认为那是做好心 啊 好心的 哦 修桥补路 这也是修行啊 啊 而且还是比丘的修行法 啊 他们 他当比丘 他上学做这些工作 如是勤苦啊 经无量佛出现于世 这不是做一生两生啊 经过无量诸佛出现世间 他都是这么勤劳 如是 指法之词 指上面的 在药楼经口填补 这个乃至做桥梁灯 这些勤苦很苦恼 很辛苦的事情啊 他都在做 他不是做一生两生 也不是亲近一佛两佛 而是经无量佛 经过无量诸佛 说法度众 他还在哪里 做桥梁 填补路面的填平 他还做这些工作 所以经过无量佛出现于世 他还是照做 可见菩萨照 一定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 更不是一生两生的事情 那是敬畏来自 我读楞眼经啊 我读到慈地菩萨这一章 我最受感动 我就觉得 金刚经里面所说的 一切法皆是佛法 这里就完全把它表现出来 既然一切法皆是佛法 不一定是读经拜经 那么这个念佛才叫做佛法 你看这个慈地菩萨 修桥补路一样就是佛法 如果不是佛法 他为什么三三四四都这样做啊 而且持续不晓得经过多少佛 他还是这样做 我们今天只讲到 如是倾苦 今无量佛出现于世 再往下的 获有众生以下的文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